大家好,现在要跟各位讲解咱们7.45的3D模式 我们还是用原厂所搭配的14尺的滑达同时 让各位看到7.45的电池 那要飞3D之前我们可能要正确了解一点 比如说原本工厂里面内部出的这两个旋钮 底下的这颗旋钮是在初阶模式 那如果各位开始学习飞3D的话 这底下的旋钮就要把伺服器的敏感性调高 大概调到约2分之3到几乎满点的位置 那上面的感度呢要稍微调低 那调到一样在外面打IDOL的情况下没有抖动 没有抖动的位置 大概就是5分之3 那飞3D呢 其实这工厂内部本身配置的伺服器呢 这里都足够用 那你拍一下周边的电子系统 首先我们把洗火开关关闭 一样插足着电源插上去 没有派动吗 好 順便跟各位講解一下 因為我們目前還是用原來的這個ABS甲去翻給各位看 其實效果比較好的應該是木槳或是破線甲 因為本身ABS甲比較軟 然後它的整體重量有23克的重量 那這台機子起飛重量 現在起飛重量約260克 如果用一般的木槳可以降到約250克 大概50克 在這裡 現在起飛重量約260克 現在起飛重量約260克 但是現在起飛重量約260克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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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